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游的时候 你去看看个园 个园安徽人 严商 有文化 个园体验个人私人园林的小 但是小他也有文化 就是设计都跟文化有关 他那个出口进口啊 是一个口 然后用墙一格 左边进 右边出 一圈 实际很小 你家门口就能看了 所以他遮挡一下 让你走一步看那一景 遮挡一下 最让人有所感悟的 感悟或者给人留到最印象最深的 就是他那个这一圈下来居然你会感觉到春夏秋冬的规律的存在 他一进门说 立了好多的石笋 你要存音大意的走 走马观花 你什么也得不到 旅游也得有一定的文化品位 才可能感悟出他的生意来 笋是什么季节的植物 春天 再往前走呢 那个鹅卵石铺的涌道上有那粉红色的荷花 荷花什么时候开 绕过来 种的秋天才开花那些植物 到出口 他们立了好多那个石中茹 石中茹 那个像不像白雪覆盖在上面 冬天 出口和入口之间就一墙之隔 一大白墙 中间有一个圆窟窿 没有木窗 实际从那圆孔当中已经看到那石笋了 什么意思 冬天来了 春天不远了 所以你学完周围 你能搞出他这种设计的文化含义 你像他那个大唐 就是过去正南 正北 正北房啊 都是朝南开的门 一进去 反而你看到 第一眼看到的地方就最重要 现在的房一般都是斜开门 斜开门一进门 那个45度角那角 那个是最最重要的位置 聚裁的位置 让你那个地方回去赶快整理一下 你放个转运石啊 石英石啊 瓶子啊 屏风啊 都可以 他那大案子就放了三件东西 从我们看的角度 左手是一个小屏风 屏风放案子上 中间是一个坐钟 那边一瓶子 那还是跟他们北大的一个哲学博士班去旅游 在那讲课啊 刚刚讲完周一的格务的方法 我说你们格一格 你们有什么感觉 因为中国人摆东西 他都不是随便摆 他都有文化的象征意的 这一大堆 帮个博士在那 看半天也看不出什么门啊 他们屏风子这么小的 二十高放在案子上 就好奇 我说盐商 走水路运盐 从屏风当中呢 感悟出什么呢 风平浪静 那瓶子呢 平平安安呢 那坐钟呢 就在这啊 坐钟是不是时钟 用时钟提示你 做什么事儿 主观要顺随着客观条件 与时斜行 我们说与时俱进 确实来自周一 但是只是周一当中的一部分智慧 完整的智慧是 该进则进 该者则止 该退则退 与时斜行 这是主观顺随客观 那操作起来怎么样 中行如旧 依中而行 不犯错误 这就是一个度的把握 西方学者总说中国文化没有度 实时有啊 就是表述方式不一样 我们说制度制度 那个度就是一个量化标准 我们说钟也暗含着度的哲学理念 时钟 再说个权 权 权本意是什么 乘托 这就是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啊 怎么引出来呢 我们先看论语当中 孔子说的原文 智慧也分等级的 智者要水 人者要山 智者为什么看到水就高兴啊 因为孔子说 可遇共学 未可遇世道 可遇世道 未可遇律 可遇利 未可遇权 人的智慧至少分四的 可遇共学 能来咱们学国学网 听周易 这就比人高了一大块 一起来学习 但 学习效果未必一样 因为你的基础 你的慧根 你的态度 你持续的时间 你终于看几遍了 都决定了最后的效果 未必能够听懂 中国传统话的核心理念 是引导人 是道 道是规律啊 事实遵循呢 敬畏规律 尊心规律 听懂这课 开始学就比人高一大块 但未必都能听懂啊 哎 又高一块 面对着可遇世道而言 上面还有更高的 未可遇利 利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一说三十二历 三十岁成家理解 这胡扯 你得放在人家语言文来说 放在论语全部来说 人说十有我而至于学 三十二历 谈学习的重要性 跟成家理解是什么关系 读不懂没关系 接着读 四十而不惑 五十二之天命 六十二顺 都不懂没关系 接着读 其实 从心所欲而不于 只学习的功能 学习的效果 从心所欲 从心所欲就是内心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都不会违背社会的规矩 比喻规矩就是功德标准 理 不会违背理 这不就是克己复理的过程吗 学习的过程就是克制自己的 自然本性的贪婪 而自觉遵守社会功德的过程 君子小人的区别就在这里 所以他整个的谈了 学习的不同阶段的效果 到了学了三十岁 就明白一个道理 你要想在社会上立得住 你必须得依理而行 不能自己凭自己感情用事 想说什么说什么 想做什么做什么 那也了得了 非礼无言 非礼无听 非礼无动 一切以社会功德标准为标准 就是道德自觉 没有约束的道德自觉 四十而不惑呢 就不迷惑了 五十二之天命们 这辈子究竟有多大 除以到五十岁应该差不多了 六十二顺 那前面可能还要思考一下 到了六十岁 经验的积累 能力的提升 一说这事才能发现出来 这事对还是不对 七十是最高级 哦 原来这历史立身于社会 哦 这样 可以立 这就比前面高了 这是实践 学习提升德 道德实践 对于能够道德实践人来说 这就远高于常人了 但是还有更高 为可与权 权是秤妥 你知道过去秤那个秤吗 现在年轻人看吗 看的都是天平 看电子秤 过去那秤啊 横是那秤杆 那拖着那个拳 那个拳是要随着 你所称那个东西的重量来移动 不是固定一个地方的 所以要具体的根据这个物的重量 决定它的位置保持着前后平衡 它要移动 要变化 类推到人 你就知道了 智者为什么要谁啊 因为智者的最高境界就是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不固守一种模式 水有固定的模式吗 没有 它完全随着客观条件变化而变化 所以有智慧的人 看到水 找到心灵的共鸣 所以感到快乐 哦 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对 最高智慧 我们前面讲的什么成成比应啊 我讲到那我就留了 我后来就没接着讲了 以后我们接出去的话再说 什么叫变卦 什么叫挂变 什么叫护卦 什么叫消息卦 它都是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它像是规则设计的规则太多太多 我们先开个头慢慢来 别着急 感谢观看